什麼意思啊 通常的情形很簡單 例如說今天魔甲 射犯 強盜 罪嫌 對不對 那警方們 拘提他刀案 拘提他之後呢 趕快就去申請羈押 好 所以通常他是因為什麼情形被申請羈押 因為強盜案件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法院可以同時審查前面 你拘提他刀案的這個拘捕程序是否合法 以及審查後面的什麼 要不要引以羈押的裁定嗎 但是有沒有可能 例如說 我今天拘提魔甲松是用A的案件 然後申請羈押的原因卻是以B案件 什麼是意思 例如說換個情形 換個情形 例如說我們知道說什麼 某甲可能私底下 他除了強盜之外 私底下可能還有 一些這個 公然侮辱的情形等等之類的 好 隨便 但今天有人來告他公然侮辱啊 那我就直接傳他來嘛 對不對 傳換不到我拘提他 我拘提他到案是因為公然侮辱的案件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查一下發現說原來他另案還有設犯強盜案件 然後檢察官還沒有處理他嘛 然後最後申請羈押的時候是用 他犯強盜案件那個案由去做申請羈押 這樣子可不可以啊 就是說我逮捕你的室友跟我最後申請羈押的室友兩個不一樣 兩個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當然 英語家像中 肯定說 像 陳韻才老師 王昌英老師 他們啦 認為說怎麼樣 應該要採肯定說 也就是說 前面拘捕的案件事實 跟後面申請其他案件 應該要是一樣的案件 然後他們把這個 稱作所謂的這個 案件單位說啦 案件單位說 也就是說今天羈押被告 因以他的犯罪事實來作為單位 並且來個別的審查 個別的審查 才可以有辦法讓法院來同時審查 居體逮捕跟羈押的合法性嗎 因為是同樣一件事情 因為是同樣一件事情 避免警察官有的時候刻意做一個 例如說以假案做居體 結果呢 以以案來做申請羈押的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呢 他們會認為是說 應該要怎麼樣 要限於同一案件的情形 所以才肯定說 肯定說 案件單位說有這個看法 再補一下 避免批 刻意 避免警察官刻意呢 規避 避免警察官刻意規避呢 以假案居體之名 好 以假案居體 好 行 好 偵查以案之實 啊 所以他認為說啊 拘捕案件應該要跟羈押相同 這個曾經在101年的律師有考過啦 避免還沒有考過 還沒有考到這麼深 所以我這邊沒有放在講一面 稍微口頭帶一下就好了 齁 OK 好 那否定說他認為什麼 好 大家如果要記的話先記肯定說啦 至少試著幫我記住肯定說 因為這有兩個老師背書了齁 否定說啊其實 否定說他認為說 其實今天呢 拘捕前置原則本身啊 就已經有問題了 就已經有問題了 來拘捕前置原則有什麼問題啊 像學者喔 像林雲小老師認為 拘捕前置原則 通說出來認為是導源於 憲法第八條喔 他認為這種說法根本就漏洞擺出 因為憲法的這個 第八條的介命主軸是在於說啊 今天拘捕人身自由應該要有法官保留喔 所以我們可以從法條文藝知道說 積壓要有法院進法定程序才能做 但是根本沒有辦法導出說法定程序叫做 先拘捕之後才可以積壓的這個結論啊 這是林雲小老師的批評啊 所以說你今天拘捕前置的這個創設 就已經覺得有一點點奇怪了 你的法院依據有點奇怪 為什麼 我積壓審查之前一定要先有一個所謂的拘捕啊 一定要有一個拘捕啊 再來是 我拘捕 我為了符合拘捕前置 其實立法者還創造了這種 為了符合積壓目的的逮捕 你看二二八條第四項 二二八條第四項說 如果我今天不是受拘捕到場喔 被告經傳喚自首自刑到場 檢察官於胸後認為 有這種要申請羈押的情形喔 可予以逮捕欸 你看蛋書說 但任有羈押必要者得予以逮捕欸 欸我今天根本不是你抓到警察 不是抓到警察局 我是自首我自己來的欸 結果你為了要申請羈押 然後再把我上銬 然後到羈押審查程序 然後再審查說 你為了要把他羈押 然後上銬的這一段合不合法 你不覺得很吊詭嗎 講難聽就很像 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嘛 對不對 我今天拘捕前置原則的目的是說 我要審查 羈押前面的拘捕程序 同時審查是否合法 這個利益是良善的沒有錯 可是你看針對這種自行道場的 你為了要符合拘捕前置 我自己人都來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為了要符合拘捕前置 你就把我上銬 盛請羈押的時候 再來審查說 我為了符合拘捕前置 而幫你去上銬的這一段 合不合法 那鐵定是合法 那你 你幹嘛多做這個 你幹嘛 還要去 給人家 逮捕 對不對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很奇怪啊 所以 林玲老師在那邊說 退彎不言之 我為了求形式上 合乎本條 有要求 又以立法來創新 一個新的逮捕事由 也欠缺正當性啊 而且啊 為什麼檢察官面前偵查中 羈押有拘捕權制 審判中就不用 法院意志權為基 他就不要啊 所以他認為重點 重來就不再是什麼 林玲老師認為重點 重來就不再是 羈押前面 到底有沒有一個拘捕存在 而是什麼 而是貫徹人身保護狀的法官保留 在法律層面上 單獨全面創設了 拘捕的合法性審查 你不要在羈押審查的時候 再來審查拘捕嘛 你在拘捕完之後 就先給他來做一個 合法性審查不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把這兩個綁在一起 然後再去創設一個新的逮捕室友 這是林玲老師的批評啊 你應該要做的是 在前端拘捕的時候 就應該要設違反的規範了嘛 甚至是違反了救濟方式啦 這個才是重點的 那回來我們這邊講 否定說跟林玲老師這邊批評沒有關係 林玲老師批評就是批評拘捕前置原則是一個搞笑的原則 但否定說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點啦 沒錯 引一下林玲老師說拘捕前置原則本身就無法從憲法第八條所導出 再來喔 如果 如果 讓這樣子 就是說限於拘捕案件的案件事實跟其他相同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例如 例如假今天 是A案受拘捕 這不用操啦 聽我講就可以了 然後 B案申請積壓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才肯定說 說法會發生什麼事 在審B的時候發現說 你前面受補的是A 應該要B啊 怎麼會是A對不對 那應該要怎麼樣 不允許嘛 那我之後要怎麼辦 我要駁回生壓嗎 好 假設說我駁回之後 那我 檢察官 阿不就要得回去什麼 針對B案再拘捕一次 然後再生壓一次又回來 阿你實際上 你這樣做有什麼意義嗎 各位可以懂我的問題點嗎 我今天 警方用A案逮捕你 後來發現 可能有涉犯B案 而且我覺得B案可能有 他可能有逃亡嗎 逃亡的餘地 然後我深壓B案 結果法院發現說 阿你前面是A案受補呢 那我可能在這邊駁回 那我就得怎麼樣 再去用B案的聲 B案再去逮捕他一次 然後再去申請擠他一次嗎 很弔詭 實際上很弔詭啊 再來 如果我把他駁回 我要立即釋放被告 我立即釋放被告之後 我才抓得回來嗎 光這個 我有沒有